北京时间6月23号 球迷们终于等来了 总决赛之后的右翼 NBA 盛世选秀大会 来自华盛顿的富尔茨 毫无意外当选状元 而球格朗佐 鲍尔也在一片 质疑声中入主洛杉矶 每年的选秀大会 对于没能进入季后赛 甚至长期于南的球队来说 都是复兴的好机会 但也并不意味着上赛季 取得好成绩的球队 不能逃到好球员 最典型的 莫过于一度手握状元 牵得凯尔特人了 而作为未免冠军的勇士 他们在今年的首轮 和次轮都没有选秀权 跟去年一样 他们花了大量现金 从公牛手上买了一个 低顺位的球员 去年是麦考 今年叫乔丹贝尔 麦考已经在一个赛季的磨练后 成为了球队的重要轮换球员 而贝尔 球迷和球队对他的希望 是能成为格林的有力替补 乔丹 贝尔1995年 1月7日出生 是俄勒冈大学的内线球员 身高69 体重225磅 他的优势 在于运动能力出色 防守 力量 敏捷性 都不错 也擅长抢篮板 在精神方面 贝尔也有领袖风范 打球有担当 他的上线母板 正是追梦德林 在这一点上 勇士相比于死敌骑士 还是更有长远眼光的 勇士在赛季初就会吸收新秀 来自己肥扬 而骑士而偏好 在赛季中签下被球队裁掉的 实力球员来补强 但事实上 不管是德龙 德里克威廉姆斯 博古特 对于上赛季的骑士 帮助都不大 甚至抵不过一个卖考的作用 对 老 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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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